十一,《蘋果日報》Gucci餐廳上海拆旗 2015年7月27日兩岸要問A 20全球首家Gucci餐廳本月22日在上海開業,提供意大利菜式,吸引不少粉絲潮拜。 《蘋果記者》作致電預訂,午餐和晚餐的預約最早已排到10日後,餐廳1921Gucci位於上海商場四樓, 從樓下Gucci專賣店可直達,金餐餐的餐廳佈置以金色金屬與木質混搭,加上天外勇座椅,感覺奢華。 露台也可就餐,主菜128元人民幣,下同,喜,午餐人均消費150元,晚餐則300元,有網民說菜式普通,選擇不多。 其實就是聲女人要面子吃頓發朋友圈圓庫,全球首家但餐廳開業數天爭議火爆,本部記者作致電定位,午餐,晚餐已排到8月6日, 無需預約的只有下午茶,餐廳員工說,有限供應。 三點開始,兩時半已在排隊,有上海網民排了一小時, 但是七十多元一小塊的蛋糕上景無Gucci商標,讓我這種充滿追求大陸的虛榮心的人。 怎麽憲啊?餐廳也售賣整個蛋糕,Tiramisu成為438元。 Gucci在意大利、日本、韓國都有提供選擇的咖啡店。 一千九百二十一Gucci市首家售賣正餐的餐廳,之所以選擇中國。 有網民稱片片土豪,東京Gucci咖啡及十五萬二千三百三十四, Jeans 的裝潢和食物都很入色,上海的Gucci餐廳卻有濃濃的味, 不但位於新鴻基的上海環貿廣場 , 餐廳內也有來自香港的女性管理者,多名顧客網上劣評港女串嘴無禮, 以直男經理和市應教討好,另外,餐廳從擺設到餐具來自Gucci銀座, 蘋果記者新浪微博食客評價網民比喻如口味, 二分環境、二分服務、二分人均消費, 五百五十美元者陀退霍酸 M G U C C I 根本不搭, 吃的東西口感真心覺得奇怪,不是太膩就是太甜水準不行, 不會去第二次的地方,網民掛力潘口味, 四分環境、四分服務、四分人均消費, 五百五十美元服務非常棒,非常好吃,意外的好吃, 價格真的不便宜,有服務費, 但是服務生都很貼心賴貌有紳士慾通並快樂網民 四分環境、二分服務、三分人均消費, 二百五十美元味道超乎我的想像, 意大利瑞克服務員嘴超甜,服務也因勤, 確實相比之下香港人差點,環境沒想像中那麼高大上, 0分等於狠差1分等於一般2分等於好3分等於狠好4分等於非常好資料來源, 帶重點平網。 加油 你 Beij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